欢迎收看金灵天下 美国最大的记忆体晶片业者美光 在上一季的营收是近乎腰斩 那么是有赢转亏了 美光也说在2023年要赚钱 恐怕是有困难的 所以公司决定现在韩雷砍人 要裁员10%的幅度 而华尔街同样也是面临到寒冬 包括高盛也计划要裁员高达4000人 年中红利也都跟着缩水了 另外中国大陆现在逐步的解封了 经济专家表示 中国如果重新回到了 金增长优先的发展轨道的话 那么在明年GDP的部分 是有机会可以达到5%以上的 花旗集团也认为说 中国股市在2023年会持续的有所改善 另外国际金价 现在是突破了每盎司 1800美元的价位 不过丹麦的圣保银行却示警说 明年的经济局势 恐怕是会十分的害人的 所以最好是趁着现在赶快的脱离股市 认为金价甚至有可能会来到 3000美元的价位 而末日博士罗比尼 他也认为说世界正处在 慢动作的脱轨模式 那么认为说短期债券跟黄金 是适合投资人来操作的 整个经济风暴是不是即将要到来了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 资深分析师谢陈燕 大家好 以及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 大家好 花旗财富策划咨询部资深副总裁 曾庆瑞 大家好 财经专家游廷好 大家晚安 杨虎财经特派记者张家豪 大家好 好 陈燕我们看到 明年整个经济状况 是会比今年更差吗 包括现在中华信平认为说 台湾的明年的GDP成长率 可能是保二都有困难了 那么现在华尔街年终奖金缩水 而且美光还要砍掉10%的员工 对 我们从美光含着泪光 砍人 就财源这件事来讲 我们现在担心的是 会不会接下来会进入财源的海啸潮 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们先看一下美光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看美光的上一季营运出现亏损 它的营收 原本这个华尔街预估 大概41亿多美金 结果出来以后只有40点多亿 比预期差 好 亏损的部分 原本你会亏 大概亏1美分吧 就亏了4美分 好 那是不是到这就停了 没有 下一季预计亏损会不会 持续扩大 刚才讲4美分对不对 在下一季亏损52到72美分 亏损的规模是不断的一个增加 可是营收也不会掉很多 也是大概在36到40亿 那为什么亏损持续的扩增 会不会跟它库存持续攀升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包括在整个消费性电子上面的一个问题 其实非常非常严重 而且预计整体的一个库存的一个高峰 可能要到2023年的下半年 才能够慢慢的降下来 这是美光的一个说法 所以它只好怎么办 只好决定裁员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有含泪 但是含泪的应该是员工 应该不是裁员的主管 将近5000人 这样的一个情况持续在蔓延 而且这一波来讲 我们一直在看电动车的产业 其实发展得不错 尤其是特斯拉的销售 不是也在节节攀升 但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就已经提醒大家 它为什么要降价 它为什么要降价 是不是它已经有看到 什么样的一个警讯了 果不其然它现在已经在跟员工沟通 要停止招聘之外 可能在明年第一季也要裁员 为什么代表它全球市场的 整个电动车的一个销售量 已经开始不如预期了 成长的力道已经开始往下掉了 再加上这个马斯克也不知道在干嘛 可能不务正业 你又在那边搞推特 又在那边搞什么 大家也担心说 你会不会花心思去经营推特 所以持续调降 特斯拉的一个目标价 而整体来讲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那不过就是消费性产业的一个问题 不过就是特斯拉本身的问题 但是我们仔细来看 全美的科技业 在今年整体裁员的一个状况 我跟大家仔细的来分享 其实在5月开始 整体科技公司裁员的数量 公司数就突然之间攀升了 为什么 因为第一季恶务战争 然后接着通膨直接拉高 然后整个快速升息的情况下 科技公司很多都觉得说 我们会不会过去招聘太过乐观 当时大家也觉得说 这应该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 因为你过去招募太多了 你现在就开始缩编 对不对 合理 可是没想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持续的蔓延 甚至到了11月的时候 整个裁员的科技公司的数量 又创了一个新高 甚至我们再仔细看 人数的部分大幅度的攀升 你说你这样也太狠了吧 快过圣诞节 我们是过农历年 很重要不能裁员 快过圣诞节 所以我在11月裁他 我不要在圣诞节裁他 这样对他不是很好吗 可是实际上我们就看到 这整个情况 是不断的在恶化 甚至明年的状况 可能会更惨 因为我提醒大家 在2020的时候 大家还记不记得 因为疫情的关系 整个GDP的一个负增长 其实当时很多的公司 开始进入了一些问题 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在金融海啸 当时也非常非常的严重 当时的无薪价人数 在什么时候攀到新高 在隔年的农历年 所以未来的裁员会不会增加 这个我们要注意 高盛也计划裁员 不只科技业 高盛也计划裁员 裁多少 4000人 也要削减员工奖金 你说你削减奖金 可是其实 我跟你讲 之后还包括离职人数 可能也要算进去 为什么 因为裁员4000人 你又削减奖金 很多人会自动离职 因为他们靠的就是奖金 为什么突然之间 年终奖金要缩减20到30% 原因很简单 因为像这些投行 他靠的是什么IPO 靠的是什么并购 景气往下降的情况下 IPO跟并购的数量 一定会大幅减少 据说他们现在所收到的这些 所谓的并购所产生的这些手续费 掉了35%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很严重 美国劳工统计局也特别去统计 从2000年以来 12月裁员跟解雇人数是第二多的 12月已经裁这么多 裁第二多 对 那你12月 不是我们刚才讲圣诞节吗 结果我后来才发现 其实过去从这个1970 这个是1970 1980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说 圣诞节的时候尽量不要裁员 可是这几年来 其实已经没有这种惯例了 所以变成到年底了 我今年的营运状况差不多了 如果我明年展望不好的话 我干脆在12月 整个大幅度的裁员 第一多是 最多是哪个月份 就是1月 为什么 年度的绩效出来 然后公司的营运展望 也很明确了 我们就大量的裁员 所以刚才看到科技业 是11月最多 对 所以代表整体来讲 包含传统产业金融业 整体来讲 其实补上了12月的裁员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如果我们觉得12月 已经是裁员的消息频传的话 明年1月可能是 还有一波高峰 要是特别特别的小心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情况 美国的裁员 经济的这种冷风 会不会吹到台湾 我们先看一下 其实台经院跟中经院 今年当然保不保三 这个都已经差不多底定了 重点是明年 目前看起来明年肯定是无法保三 但是我们从台经院看起来的数字 还有2.91 从中经院有2.72 中央银行也有2.53 所以还看起来还是可以保2.5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是目前 我们官方的一个统计的一个数字 可是如果我们去看 连外资整体的统计 一起看的话 我发现这中间有一个 蛮大的一个落差 为什么 因为有四家的机构 包括标普 旗下中华姓平 巴克莱 高盛跟UBS 既然连2都不保 连2都不保 最低的既然估明年的经济成长率 只有1.5 那就今年来讲是打对折 这个很严重 然后你看巴克莱也1.9 也是没到2 都不到2% 当然花期的部分是2.4 算是在中间值 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大家对明年台湾的经济展望 没有那么乐观 而这当中当然也因为 就是说就明年的通膨来讲 虽然中央银行会觉得说 明年通膨会稍微降温 可是如果它的通膨 还是维持在2.5以上到3之间的话 那是不是还是会升息 升息对房地产业 对整个消费 还是会带来影响 我想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刚才我不是有提到 这个五星价吗 但我们先看一下 整个产业的状况 因为大家说你们又开始 恐吓说什么会五星价 但我们先看营收的状况 现在有八大产业 不是 就真的是很惨的惨 为什么我这样讲 你看电子零主线大家都知道 衰退的加速 占比重高达多少 13%多 我们这个衰退不是单纯的说 你营收减少就衰退 包含月的营收 你11月的月营收 有没有衰退 你的年增率 跟去年同期相比 有没有衰退 再来你前11个月 有没有衰退 你如果这三个都出现 叫三衰 三衰 就真的很衰 真的很衰 就这三个都符合条件 我们把它整理出来以后 发现最严重在哪里 电子零主件 半导体 金融保险 建材 所以统计出八大产业 八大产业到底是哪八大 消费性电子一定很惨 手机 PC 平板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面板 D-Rain 当然连结的面板 就一定很惨 连结的D-Rain 一定也很惨 连结的LED也很惨 连结的IC设计 也很惨 所以它是一连串 还有传承也有 不是最有科技业 那你说 运价整个大幅度下来了 虽然今年 他们可能领到 40到60个月的年终 但是整个产业的景气 惨的是什么 航运 可能会有影响 还有我们前一段时间 才讲的自行车产业 也受到影响 再来是银件 大家觉得为什么 银件业会很惨 大家别忘了 在你的利息攀高的情况下 对房地产产业 一定会产生冲击 在2023年 恐怕对台湾来说 这个压力还是很大 如果大家觉得 在2022年 整个金融市场 表现是比较辛苦的 恐怕目前的 这些数据来看 这个最坏的时间点 会不会还没有到 当然在今年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美国为了抑制通膨 在今年是不断的 采取比较激进 升息的一个方式 包括在今年 已经升息了17码 那么预估 明年可能还会再升 那么接下来就要请教 曾副总裁了 这个终点利率 您认为 是会来到什么地步 我以目前花旗 过来看的话 我们觉得 大概在明年的2月 还会再升一码 3月会升一码 5月份会升两码 所以简直来看的话 就花旗目前的看法 来看的话 还有1%的升幅 最终的利率会在 5.25到5.5之间 我觉得其实似乎 这个联统会主席的本身 大概看变成好像在 对奥运的一个追求 更高更远更久 所以好像大家市场来看 目前觉得 整个非方锐来看 会往这个上面去提升 当然在前一阵子 FED在12月的声明当中 有几个重点 跟大家再报告一下 第一是说 他觉得说 2024年才会降息 跟之前市场预估 有蛮大差距的 这第一个 第二其实美国 会持续的减持 美国公宅的MBS 所以相比来看 除了说升行之外 可能QT这一块 我觉得可能对于 特别金融市场 部分上而言 大家可能要注意 因为相对告诉大家 其实不断 除了升行以外 它会从市场上 收回资金 这个是我们可能在 投资商要特别注意的 第三 他强烈的承诺说 他的希望通膨 能回到二 我想他是避免在 重蹈1970年 那时候的 Polveral之前的 一个重蹈负责 因为当时好像 看到通膨 降了一下之后 好像FED就停止 这个升息的动作 反而是说 好像通膨不断的 重复 反复出现 这个是可能在这一次 BioWare特别提到说 他需要制止这样的情形 此外他提到说 他下修 现在目前来看 对于美国 我们刚刚提到说 台湾GDP可能 保尔都很挑战 可是美国 他们自己连续会预估 明年GDP 只有0.5个percent 0.5 对 就是从之前 大概1.5 大幅调量到0.5 所以简单而言的话 高达其实相对而言 美国经济明年的 的确是会比较挑战 我们花期预估 大概明年到 第三季跟第四季的时候 美国经济的摔率 可能是很高 大概接近八成左右 此外呢 失业率它往上提升 其实我倒觉得说 失业率这一块来讲的话 是所谓一个落后指标 其实我们看到 其实像目前来看的话 第一是说 美国现在目前 失业率大概3.637左右 那其实我们也预估 大概美国 因为前一阵的美国的 这个营造业 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我们觉得 营造业可能会大概有 大概40万人失业 整体上来看 美国未来明年 应该还有大概 150万左右的人 会相关产业会失业 所以失业其实当 对失去工作的人 是很挑战的 可是我们也知道Fed 其实在看 它未来升息的速度也好 幅度也有大 它非常非常看到 失业率的高低 如果失业率变快变高 那反而是说 会让Fed本身来看 它的升息的速度也好 幅度也好 就会变慢下来 会搬一些 因为一个强劲的 就位市场 对美国通貌是不利的 所以其实Fed 它非常在意的一点 那此外 它提到说 经济会软着陆 其实这一块 我们觉得应该是 可能衰退可能性是比较高 真的要 如果能够 什么事都配合得很好 或许有软着陆的机会 但是目前来看 可能性并不是那么高 那另外就其实 它觉得 这个适合的明年中断率 可能5.1% 跟华西如果差不多 那可能2024 2025年 会逐步调降 100个基本点 它对美国的 本身的目前金融化来看的话 就是审慎 但是我觉得其实Fed 本身来看的话 它会对于 目前的状况来看 做一个非常有弹性的调整 但是基本上而言的话 我们觉得其实 整理上而言的话 对于明年经济来看 或Fed的政策而言的话 我们都会采取一个 边走边看的一个策略 我觉得投资不用那么担心 其实相对来看 我们觉得大概可能 下半年 明年下半年 会是一个 还不错的投资的机会 因为我想 华尔街有句话 每个空头都会过去 每个多头都会再来 所以想这一次 今年是非常非常辛苦 我觉得或许明年 蛮有机会 博云兼日的 所以明年上半年 可能还要再辛苦一下 但是在下半年 就很有机会 包括我们说到 在今年是股债双点 美债的买点 您认为现在已经到了 其实以花形 我们大概预估 美国明年的 这个神力管制率 大概明年会回到3.25 然后目前大概3.6左右 其实在过去 一段时间当中 其实我们就不断强调 就是说整个FED的 升级的步调跟速度 以及说以目前来 从今年开始 花期大概从今年 大概6月份时候 对于说整体的债券 相对比较看好 我们也看到 其实不论美国的公债也好 神力管制率 大概到4.3左右 就大幅的往下拉回 美国投资等级债券 其实在今年 也出现一个不错的表现 年终以后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以目前的预估 明年年底的话 神力管制会 大概会到3.25的话 我们觉得其实现在而言 如果本身对于说 风险上是比较有在意投资人 我觉得债券市场来看 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特别是投资等级债券 我们对过去所谓的 英文叫Junk Bound 台湾现在叫 所谓非投资等级的高收益债券 我们还是比较concern了 原因是在于说 我们预估明年的违约率 会从今年大概1.5上升到 明年可能到5.4左右 所以这方面 因为景气会变得比较不好 之前需要大幅举债 或比较高利息的这些公司 我想明年会有点挑战 可能就跟一些科技类股的库存一样 会变得比较多 所以这方面来看 我们会比较建议投资人 在今年到明年年初上半年 可能是用一个群意保态 稳中求生的方法 来做投资布局 好 资本总裁刚刚刚我们看到 其实对科技股来讲 可能在明年上半年 还是稍微会比较辛苦一点 其实也反映在 科技公司的财报上 虽然在美光的部分 他们财报表现不佳 不过来自于在运动服饰大厂 Nike 这一回却是抢大了 这个氏族的热潮 我们看到在上一季的 这个毛利率的一个部分 其实还有包括营收 表现都相当的亮眼 那么Nike的部分 股价收盘的时候 也大涨了有12%的一个幅度 那么其实在台股当中 也有一些所谓 Nike相关的概念股 包括像是如虹 还有像是丰太的部分 在今天都是出现大涨 虽然在最后这个涨幅 是有稍微收敛 不过可以看到在今天 真的都是红光满面的 听好 没错 其实也看得很清楚 这一次还是来自于 财报上跟心理预期的变化 老实说财报表现也没有多好 只是说它原本预期的太差 所以其实股市的变动 它来自于股价和本身 原本心理预期之间的落差 我预期你会考98分 就算你考了97 那还是跌给你看 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 这一次Nike在Q2的获利 预期超过营收 我们看到部分是133亿美元 年增幅是一成七 但我们都很清楚 现在看整体营收增长 已经没有太大用意了 因为今年是高通膨年 所以任何的财报 就算表现很差劲 营收创高的可能性都很高 我们要观察的是成本的上升 对于它实质获利的影响 毕竟获利是营收减掉成本 如果成本上升速度过大的话 获利也不会有多大的好转 其实你看到获利是13.3亿美元 老实说是持平的 也就是说基本上今年是不赚钱的 如果把成本给扣掉的话 EPS稍微涨年增率2% 0.85美元 毛利率则是保持在10%左右 所以其实从这次的财报表现 来做观察的话 它等于是赚的总量变多了 但是股东所分到的钱 并没有增加多少 我们只能说它是属于一种 短期上原本市场 比较悲观预期上的反转 但是如果从实质层面来看的话 这一次库存可能是一个观察的指标 原因很简单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 今年下半年最大的问题 就是消库存的问题 现在在过去两个季度 老实说问题最大是半导体 并不是成衣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成衣老实说 中长期它就是一个饱和市场 服饰类品本来就很多 但是半导体是过去两年的拉货潮 特别显著 所以扩厂的扩厂 2024 2025还有很多金元要生产出来 所以到时这个库存的压力 就会来得更大 但是成衣业老实说 从今年上半年 就开始一整年展望都不好了 它还跟上半年的时候 半导体展望还不错 成衣产业是上半年就不好了 所以预期一直在下跳 我们可以观察到 如果我们从各大这些零售服饰品牌的 库存周转天数来做对照 会发现都有显著的下弯现象 在今年的第三季度 基本上库存周转天数都在下弯 什么叫做库存周转天数 简单来讲仓库里面的货 你花多久的时间可以把它销售一空 如果库存周转天数越高 就代表着库存不断在累堆 仓库里面的货卖不掉 尤其这种成衣叶子 基本上跟科技电子产品一样 消费性电子产品都有个惯性 就有过季性 就是说你今年没卖掉的衣服 明年会形成你的负担 因为会过季 你过季你降价卖 甚至都会比较好 原因很简单 就算赔本卖也要卖掉 因为库存有库存成本的压力 你放在仓库 人家也要跟你收钱 我们看到有趣的情况是 Nike的库存周转天数 在第二季度是120天 最近已经下滑回110天了 埃迪达的部分 第二季度的库存周转天数 是170天 现在下滑回150天了 如果是以全美 在今年股价表现最为差劲 而且库存压力比 Nike和埃迪达都还要来得重的是GAP GAP在今年的库存周转天数 一度飙到接近130天 但近期有好转的现象 跌回100天了 我们过去曾经跟投资朋友 追踪过当前黑五的实质销售情况 其实数据还不差 数据甚至还创新高 感觉好像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所以真实的消费激动 应该会在明年经济衰退 也就是明年二季度到三季度的时候 才会出现 所以明年 我们看到今年第四季 稍微有一个中期反弹 明年再下沙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所以反而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明年的第二季之后 没错 就是说明年二三季 预估是整个经济衰退 来得最为严重的时刻 所以按照前三到六个月 进行股价反应的话 那应该我们就会看到 比较显著的在明年一季度 这一波的拉抬 股价的拉抬 开始见底的情况 那到时候 库存周转天数 可能又会往上升了 好 不过我们说到 现在Nike这个品牌 其实彭博就说了 在过去大家觉得 它是运动服饰品牌 不过它现在是不是 已经默默的变成是奢侈品牌 我们看到它这个价格 有些越卖越贵 那么有些联名款 真的是有钱都抢不到 没错 这一次彭博社设了一个主题 叫做Nike should be the next luxury fashion house Nike应该成为下一个奢侈时尚的品牌 这蛮吊诡的 因为Nike 我们一直都把它视为一个评价品牌 但是其实Nike在过去两年 你会发现在美国市场当中 它其实针对很多这种零售店 开始撤出柜位 而专注在自己的官网 以及雌音店的销售 其实它是越来越针对 其实市场上的客户 来进行磁关上的连结 英国这次品牌研究机构有调查说 Nike已经连续八年 获回全球最有价值的服装品牌 我们看这个品牌价值 不能单纯以估值来看 甚至要把商与 所有的资产进行总和 包括这个品牌 给市场上引用的价值有多高 Nike现在是332亿 是全球第一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都是奢侈品 比较比通还要高 对啊 估计 然后小奈 第五名才是埃迪达 然后艾玛是ZARA H&M 是UNIQLO 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 就是说Nike 作为在全球前几名当中 它是少数是以平价品牌出家 但是事实上 Nike在最近的改革当中 有越来越多的营收比重 是属于这种品牌的附属效应 而并不是单纯的 零售所带动的营收 比如说Nike在疫情之前 它就积极的布局 D2C 直接面对消费者 Direct to Customer 的商业模式 简单来讲就是用各种客制化的方式 或者减少这种零售店的方式 来直接面对消费者的直接销售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它考验的一点 就是说因为有很多的品牌 它可能品牌的忠诚度不高 如果你一旦从Saven 你一旦从百货公司 开始退贵的话 很有可能市场上就没有人关注你了 这就是没有品牌影响力的 这种销售商店 但是如果你具有的话 那你就可以做有更多的连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 我们过去看到Nike所做的饥饿行销 或者说限量款 其实越来越有那种爱马仕鳄鱼包的感觉 对不对 你想想为什么要有这个薄金包 原因就是要物以稀为贵 这个薄金包它本身能给它有多少获利吗 那不重要 重点是必须要有这个东西 让人家觉得这个品牌 它是具有附属价值的 所以Nike现在也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是一个全球时代化的潮流 就是你看到23年的到来 会发现全球的整体展望 它产生了非常大的变革 我们从21年到22年 其实原本市场的需求都没变 但是产业上的变动就很多 举一个最直观的例子 你想看到这个Uber E Full Panda 你看到这几类的产业 它不断的蓬勃发展 但是人类的食品需求并没有改变 所以转而代之的 就是实体这些餐厅的萧条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 其实全球的格局都不断在轮动 我们也会持续来跟各位做一些流行关注 好 刚刚这个庭浩提到这个食品 我们特别来关心 今天是冬至 在传产股当中 这个食品股成也 往往都是存股族的这个最爱 那么现在到底还适不适合 拿食品股来存股 那么今天冬至吃汤圆 大家就会想到 老牌食品大厂桂冠 而且桂冠它其实不只是汤圆 火锅料 它现在也开始切入了 这个健康的商机 对 最近有一个广告 我自己很关注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女生她开门回家 然后她爸说你干嘛回来 对不对 我不知道这句话 为什么要这样开场 对不对 她说今天冬至了 我回来吃汤圆 对 冬至吃汤圆 不好意思 我特别帮你准备了一个 真的是汤圆 红豆汤圆冬至最好 如果是大客 好黏 跟我们的感情一样 你看 好黏 太噁心了 太噁心了 完蛋了 我今天回去要会算盘 这一段可以剪掉吗 但是真的就是冬至大家其实 就是吃汤圆的一个习惯 大家在家煮汤圆 很多都会想要这个品牌 其实说真的一开始 因为桂冠在整个汤圆这个市场 你可以讲市占率已经拉到90%了 那一开始其实它是卖冷冻柜的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它其实不是卖汤圆 只是说它出货给那些市场 大家发现说 它发现说 那个卖鱼角的生意怎么那么好 好可怕 结果它就开始做鱼角 那做了鱼角以后 它发现说 我们只有冬天有生意 我们夏天没有生意 那怎么办呢 好 它就发现说 那汤圆这个 在你看元宵会吃汤圆 冬至会吃汤圆 那基本上就大概12月 一直到隔年的1 2月 可是那也不是夏天 可是因为冬天你出货量很大 你会非常的忙 所以你必须在夏天 先把这个汤圆把它包好 那在这个情况下 能力需求就补上了 这是一个贵的 idea 可是也不是说你要做汤圆 你就红了 人家就吃你的汤圆 结果就因为 他们开始做汤圆以后 隔了几年 有一年就是因为 这个突然之间 就是没有办法 拿到台湾足够的糯米 结果大家就从泰国去 进口糯米 就大部分的业者 他们还是坚持用比较高的成本 取得台湾的糯米 就在那一年打下了基础 当然不止这个汤圆 大家想到还有包括火锅料 对不对 其实疫情期间 它的营收还是持续的增长 还有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发现说 奇怪他都不参加食品展 他跑去参加什么 医疗科技展 你是想说吃了汤圆以后 耿住了怎么样做急救 他是食品业者 可是他不参加食品展 他跑去参加医疗科技展 其实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现在在做什么 他在做营养研究室 就是为了他的下一个目标 他做了一个他们自己的赖群 然后大家进去留资料 才知道你的营养够不够 卡洛里 可是谁会真的每天去舔 多麻烦 结果他们就跟科技业嘎明合作 嘎明说我的手表 我就可以去记录你的 各种数据的状况 那你就可以适时的 我就可以给你一个讯息 让你知道你要补充 什么样子的东西 东市到了 来一个汤圆 对不对 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下 明年的整个物价持续的上升的情况下 大家也在想说 到底对食品股来讲 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利 其实在传产中 大家除了金融股 也很喜欢买食品股来存股 给各位看一下 莲花食品 你看它的近十年的平均股利率 股利是1.41 殖利率就股利率3.2 所以其实还是很稳定的 然后这个大统一平均股利10年 我现在讲10年的数字4.86 殖利率有4.76 然后你看这个统一 平均股利2.43 殖利率也有3.54 所以反而现阶段 在股票市场相对低迷的时候 你反而可以拿到比较好 股价跌 我的殖利率就会比较好 所以今年整体来讲 坦白说食品股并没有大涨 但是也没有大跌 有 大统一可能跌得多了一些些 但是也是比大盘好 就是相对抗跌 所以能不能继续存 可以 那你就编 赶快带回去给老婆吃 就不用贵算盘了 是 好 谢谢 好 不过我们说到在科技业 就是今年表现是比较辛苦的 那么明年至于在半导体 虽然杂音很多 但是比较看好的是电动车 跟伺服器的这个市场 伺服器也带动了一些 散热需求 现在是出现了大增的情况 我们要请教家豪 现在上次英特尔 NVIDIA 他们都力推一种叫做 这个易冷式的散热 那么其实台湾是不是 也有这样的一个厂商 其实我觉得英特尔 开始推广这个水冷的散热技术 其实有机可循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情境 就是说我们如果夏天很热 我们回到家 第一件事情可能是把风扇打开 可是这个在人类上面 你可以透过比如说礼堂里面 你可以把很多的风扇添加 人越多你可以加越多的风扇 可是在科技产品上面 添加风扇一定是有一个极限 所以就会产生一个需求 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 散热模组的技术 来把它取代掉 所以就包括这个双红操纵 还有一个就是双红操纵跟奇红 这些都是我们国内 已经跟国际品牌 有相当合作基础的一个散热模组的厂商 我们回到就是刚刚所说的 资料中心的业者 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考量 他有什么角度 主要就是说 现在很多东西都上云 上云之后 需要处理的资料量越来越大 这个处理的资料量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必须要透过提升 你自己伺服器的算力 透过提升这个算力 一定要透过晶片 就是我们比如说 我们高速云算晶片的技术 所以我们从自爬里面可以看得到 2019年就是台积电的大客户 辉达 他所推出的晶片 那个时候我们的 需要解热的瓦特数只有400瓦 但是到今年 H100 辉达的H100的这个产品 他需要解热的时候 已经是跳到700瓦 这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说 它的这个制程节点 不停的在演技 所以它的制程在萎缩的过程中 它在晶片上面产生的耗能 跟这个需要去解除的这个热 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无形中就会形成说 这个散热厂商 形成一个很大的商机 将来我们也知道 台积电已经在规划 3奈米的制程 2奈米制程 所以这长期来看的话 需要解热的效率 这肯定是直线的往上升 我们刚刚谈到这些 其实只是一台 伺服器主机里面的一块 AI运算晶片 伺服器里面 其实它还包括了CPU 包括了还有就是记忆体 还有甚至它的switch的部分 它晶片的部件 其实是有很多个区块 全部都塞在这个机台当中 已经没有办法 用空气冷却或风扇的方式 来降低它的能耗 所以这时候就要取代 用液冷的方式 来做一个解热的方式 依目前的规划 许多大型的机柜 现在开出来的规格 都是要解到2万瓦左右 或者是2万瓦以上 更高的一个规格 不然这种状况就会造成说 伺服器一开 一天要开24小时 一年365天都要开着 它绝对不能够承受 有什么当机 或者是有什么 故障的状况发生 另外值得一提的 就是在电动车 因为电动车在科技产业里面 会被人家形容说 它是一个行走的电脑 所以很多的半导体的晶片 还有细含量 会不停地往电动车上面 去做堆叠 像我们赤卡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L3现在搭配的 一个辅助驾驶系统 它就需要电脑至少 要解300瓦 将来一直到L4 就是你不需要把你的心思 放在电脑 放在驾驶上面的这一个L4 它需要解热的瓦数到500瓦 然后甚至到L5的阶段 它就要提升到800瓦 电动车我们知道 它最高最主要一定是一个 安全性的考量 所以它更不能承受任何 因为热能所导致的一些 失误的状况 所以这整体来看 高速运算跟电动车 会是散热他们跟进的一个 不错的一个发展趋势 不过你刚刚有提到 双红的董事长林玉生 可以带我们看一下 他其实是一度非常的沉迷 宗教还差一点就失去动作的位置 这个我们在采访的时候 有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 就是在他们公司里面 我们会发现这位董事长 他不拘小节 那他公司的同事 从他面前经过走来走去 其实有打招呼没打招呼 他也不强求 那他可能会很轻松的跟我们 就是像朋友一样say hello 看到董事长视而不见都没关系 也会打个招呼 就是大概点个头 不像是我们一般觉得说 老板应该有老板 非常威严的样子 那就是主要就是因为 他在年轻在求学的时候 他曾经发生过一次的 交通的事故 当然他没有受伤 可是因为一些关系 所以让他的同学受了重伤 并且在他的面前 就这样子离开 所以也让他对于宗教 有一些所谓的灵感 或者是投入 所以他本身 他常跟我们在采访中 他会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很追求 这种格物自知 所以他连这种科疑 或宗教仪式 他曾经非常的投入的去做 所以也导致于说 他有一段时间变成说 他在宗教上面太醉心 不过现在看起来 不过他后来就是说 像投入苹果认证 他也开始 打入苹果这一块 我们也知道说苹果 其实是一个把内观当外观 要求的公司 所以他那个时候也是带着供应商 就是试着做做看 然后也做出了一番的成绩 现在最厉害的就是说 他现在在告诉我们说 他几乎是请公司的权利 去做电动车跟高速运转 伺服器这一块 他们公司有一个很特别 就是他们是年轻的同事 非常的多 我们会想说 这个金属加工业者 是不是都是一些老师傅 比较多 就是他们公司不是 他们公司是年轻 年轻的一些员工比较多 这也跟他年轻的时候 宗教 因为宗教有关的这一部分 产生了一些 个人上的一些判断 所以他也会觉得说 我其实对员工的管理 就是用一个自主的方式 不过说到他要打入苹果供应链 其实是非常的困难的 因为我们知道苹果 在散热这一块的话 他们其实有要求就是 就算是消费者不会看到了 散热模组 他都要求也要喷漆上色 对 他就是把一个 看不到的地方都要要求 把内观当作外观来要求 所以在当初做的过程中 是非常辛苦 可是他也会认为说 在带领员工的过程中 他也要把它当作是一个 机会要给员工有未来 所以他们现在就 大力的在发展电动车 还有就是高速运算 伺服器的水冷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这个趋势 是蛮明确 而且是蛮值得大家关注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 我们要持续来关注的是 乌尔战士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在21号访问美国了 而且他也说了 这个战争尚未结束 先休息一下稍后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